女生们也会好色吗 在2019年有这么一部尺度惊人的番剧 女主全程飙车 满脑子都是黄色味料 长相甜美可爱的青匠 认为谈恋爱只会影响学习 所以青匠厌恶所有的男性 包括自己的老爹 因为老爹是著名的色情小说家 所以青匠的名字也跟色情挂钩 这样他从小到大都想摆脱老爹 为了实现独居生活 他必须考上名牌大学 可最近班上的县中王目到拓海 却被青匠吸引而来跟他搭话 在青匠的认知中 男生就是欲望的集结体 从古至今 男生都只会用色情的眼光看着女生 一有机会就会想占便宜 哪怕像拓海这样高大帅气 品学兼优的完美男人 也逃不过这个定律 所以对于拓海的大话 青匠压根就不想搭理 他认为拓海的脑子 也在想着不纯洁的事情 如果自己回应了他 那么可能就会被他一步一步蚕食 青匠挡补了各种可能发生的画面 最后搞他自己羞耻不已 而赶紧逃离了现场 回家后 那就没有从先前的幻想换过神来 老爹作为过来人 嗅到了来自春天的味道 此日老师拜托青匠 却给崴了脚的拓海送一件衣服 本想拒绝的他 认为这是跟拓海坦白的绝好机会 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打话 自己要好好学习 可来见到拓海后 青匠却觉得直白的拒绝 会让拓海伤心 于是打算委婉的 让他不要再来跟自己打话 那话才说到一半 他就看到窗外的老爹赶来姻缘 思想开放的老爹 并不排斥青匠恋爱 甚至在昨晚察觉到青匠的异常后 特地赶来应援青匠 一直觉得老爹是自己持弱的青匠 不敢让拓海发现老爹 于是着急了他 就意外给了拓海一波洗面奶 两人亲密的接触 尽量拓海有些脸红 青匠以为拓海经常被人告白 对这样的事早就习以为场了 纯情的模样 让青匠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 继续开口 就在气氛有些暧昧时 那糟糕老爹竟然又继续使坏 这也让拓海彻底误会 单方面的认为青匠也喜欢自己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的青匠 掩盖自己在街南逃 可没想到拓海 却只是把衣服盖在他的身上 并深情地向他告白 拓海的绅士行为 让青匠产生了好感 但他自己并没有察觉 他不需要朋友 不需要男人 更不需要青春 他只想好好学习 但是拓海的出现 让他很是烦恼 那天发生的一切 一直都在脑海中浮现 这真的很影响青匠学习 甚至他还从同学口中 听到奇怪的讨论 不知道哪里出现的研究 就说手越大 局部尺寸就越大 拓海的手就很大 所以青匠受够了 他只想好好学习 这都是造的什么孽 可当拓海出现在他的面前时 眼睛还是不自觉的偏移 但拓海遮住眼睛 真的太羞耻了 为了给自己鼓舞 青匠特地换上 他所认为低调的穿搭风格 想让自己显得普通 可身体曲线被凸显得更加明显 就连拓海都觉得有些好看 青匠连忙去更衣室 换回原来的衣服 为了给自己的冒失道歉 拓海特地邀请青匠去吃早餐 是有两人在天台休息 结果拓海却直接睡了过去 青匠突然想到 同学们之前的讨论 说实话 他确实也有些好奇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拓海却突然抓住他的手表示 想摸的话就摸吧 一直到自己时代的青匠 联盟表示两人是不可能的 他只想好好学习 而且也没有能让拓海进来的空隙 可不试一下 怎么知道呢 拓海觉得两人都是第一次 虽然他也会觉得不安 但他是真的想进入青匠的生活 感受到拓海的真诚 青匠犀利糊涂的回应 自己会好好考虑一下 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可在回家的途中 青匠却无比懊悔 看来学习的进度又要被影响了 然而两人也根本没有意识到 他们之前是在跨夫聊天 拓海完全没有get到青匠的意思 而青匠也完全误会了拓海 不过拓海起码知道青匠想学习的想法 所以拿着跟青匠在同一家书店买的单词本 想要请他一起学习 结果还没有开口 就被青匠用书给砸了过来 拓海以为是自己太馋能了 于是变将书还给青匠后就离开了 可其实是青匠打开书后发现 自己的单词本竟被骚搞老爹 换成了私情小说 满脑子又不自觉地浮现陶丝画面 青匠为了阻止自己继续幻想 所以才会把书给扔出去 看着拓海误会而知难而退 虽然觉得自己有些过分 但或许只有这样做 他才能不被拓海打扰 去好好学习 但是当他打开单词本后 却发现小说变成了正常的单词本 青匠此刻只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 不过在放学后 他还是抓住了拓海想要回那本小说 而拓海以为青匠只邀请自己学习 于是便夸青匠竟然会看那么厉害的书 这一定是被发现的 青匠已经不想要回小说了 此刻让他只想立刻逃离现场 结果拓海却表示 那就开始吧 他也得让青匠好好教导 啊?在外面? 还是抖欸木? 青匠觉得拓海真的太实诚了 完全没有隐瞒的 把自己的秘密说了出来 联邦表示自己不会因此讨厌他 听到这话的拓海十分开心 爽坏地把小说还给了青匠 并表示青匠是真爱学习 青匠突然反应过来 感情拓海压根就没看过这本书 一直到自己在跨腹聊天的青匠 只能脸忙逃跑 朋友们都劝说拓海 要不要换个点喜欢吧 总是被青匠这样不搭理 也不是个事 但拓海却表示 自己就喜欢青匠 会一直一直这样喜欢下去 直到他接受自己 为了不让学习继续受到影响 他拒绝参加学校举行的合苏活动 可老爹却认为这是青春 要求青匠不冷拒绝 但是他冷静担心在合苏时 夜晚大家聚在一起会发生不好的事 所以在参加合苏后 青匠十分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同学们看到他一脸别来碰我的表情 本来还想搭话的想法瞬间打消 不过他们却从拓海口中 听到喜欢青匠的话 八卦的心熊熊男气 连忙找到青匠 邀请他参加夜晚的派对狂欢 到时候拓海也会一起参加哦 莫名其妙被邀请 青匠在讲这些人 难道是想看他和拓海的play吗 打妹打妹 青匠为了阻止这场闹剧的发生 于是来到拓海房间 想要拒绝排队 可是屋子并没有人 可突然身后传来声响 青匠本能地被吓得躲进了柜子 发现柜子没关紧 拓海打窗关上 却发现怎么拉也拉不动 室友正好口渴要去买饮料 拓海便留下来想要修好柜子 结果手伸进去 却碰到了一丝柔软 拓海想来想去 也想不到是青匠的大腿 拓海打开柜子后 却看到趴在地上修红脸的青匠 没有多说什么 拓海只让青匠 陈同学还没回来赶紧出去吧 如此温柔贴心的男人 很难不爱啊 不过拓海就好奇 自己摸到了青匠哪里 这直接触发了青匠内心的羞耻 慌乱中 青匠从柜子上甩了下来 同学们正好看到了 这误会的一幕 青匠试图挣扎解释一波 但根本不需要多说 大家都懂 之后青匠逼迫参加试探大会 两年一组 不用想 同学们自然把拓海跟他分为一组 途中青匠尿急就上厕所 可没缝上的手掌 让他瞎得不轻 仔细一看 他发现是个手套 拓海表示自己会好好保护青匠 可下一秒 他就傻了 因为害怕而着急跑出公厕 青匠的裙子没有穿好 可拓海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提醒 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当成变态 于是只能提醒他 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青匠这才响起 手电筒还拉在厕所里 可这样回去的话 会被那伙看光的 要不要直接拽下来 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决 拓海只能继续暗示青匠 夜晚风有点大 你穿裙子会不会觉得有点冷啊 青匠没有读懂拓海的话语 可接下来他总算是察觉到 拓海一直有意无意的 在聊有关下半身的话题 这让他想到自己在柜子 被拓海摸到大腿的事 这家伙还是暴露本性了 果然拓海还是 从着自己身体而来搭话 青匠被气得不轻 表示自己要跟拓海分开 他最讨厌跟拓海 这种下流的人待在一起 眼看暗示根本起不到作用 拓海脱下外套 拦在青匠面前 看来自己今晚再劫难逃了 可他真的还没有做好准备 只能奢求拓海能温柔一点 最后缓缓闭上眼睛 可预想的结果却并没有发生 拓海只是把脱下的衣服 系在青匠的腰上 最后他从拓海口中 得知了自己走光了 虽然很无语也很生气 但拓海真的太神势了吧 后来青匠收到一封信件 里面有一张拓海一管不正 跟一位妹子躺在床上的照片 跟自己告白了还战话勒操 青匠这次真的生气了 于是带着照片想要质问拓海 可没有从他口中得到答案 反而是社团前辈告诉青匠 之前拓海去参加联谊 又带走一位辣妹回去 青匠确认了拓海是个人渣了 他让拓海以后不要再跟他讲话 再见了 也欢迎学习的日子回来了 他打算撕掉照片 断了最后的印象 没想到照片上的辣妹 直到这时青匠才想起来 这个所谓的辣妹 不就是小学同学小雅吗 女大十八遍 青匠这才没认出照片上的小雅 其实小雅跟拓海真的没有发生什么 照片也只不过是小雅披上去的 跟拓海认识 也是因为前辈举行的联谊 他在听到拓海喜欢青匠 可还没有交往 就迷发了想要抢人的脸头 被好男人告白而得以忘形的女人 真的很讨厌啊 小雅是故意为安青匠 拓海也打来电话解释 青匠觉得两人都还没有交往 拓海确实有选择的权利 毕竟两人都是玩玩而已 这句话让拓海很伤心 他表示自己暂时不会再跟青匠搭话 果然隔天在学校碰面的两人 就像陌生人一样插肩而过 青匠发现拓海跟小雅还有在联系 为何自己会那么在意 于是青匠请教老爹 男人在什么时候会对喜欢的人态度冷淡 一般情况只有两种 第一种是被怀疑感情 第二是出轨有心怀 青匠认为拓海肯定是第二种 老爹看出青匠不开心 于是带着他来到游乐园玩耍 在鬼屋探险时 青匠意外跟脑爹走散 有些害怕的他蹲在原地不敢前进 幸好有个软心小哥哥 带着青匠朝着粗口走去 昏暗的环境 青匠根本看不清对方的模样 可随着一道机关亮起了白光 青匠才发现小哥哥竟是拓海 而他是跟小雅来游乐园玩耍 拓海本想解释 却听到有男生在寻找青匠 两人瞬间误会了鼻子 纷纷转头不打理对方 甚至青匠在回去的途中 还看到拓海跟小雅走进情侣酒店 回家后的青匠在洗澡时 满脑子都是在想 两人去酒店到底会发生什么 他必须承认 他很想见到拓海 因为长时间待在浴室 他左右混了过去 等醒来后却真的见到了拓海 啊 他怎么这么快 这应该是幻觉吧 随着一时逐渐清醒 青匠才反应过来 自己还没穿衣服 在更衣后 两人独主一室 拓海表示自己还是第一次进人生活室 但青匠却一点都不相信 年轻女酒店都去过了人 怎么可能会没去过女生房间 拓海连忙解释 自己真的没有去过酒店 那时候是被小雅拉着进去 最后 他因为未成年而被老板赶得出来 后来发现小雅跟青匠练食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落荒而逃 知道小雅并不是真的喜欢拓海 而是故意想抢走拓海的青匠 听到这番解释 倒有些相信 但是既然不喜欢 为什么 要走那么近 是想说别人对答的好吗 这应该也算渣男吧 不过证据并不充分 拓海也似乎明白青匠误会了自己 他大声表示自己还是童真 说完就觉得太丢人了 而逃离房间 等到在学校见面时 拓海反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青匠想到 自己从小就接受各种大人知识 所以拓海在他面前 就像小弟弟一样 以后不会再让他占去主动 这么一想 心情反而还有点愉快 同学发现拓海刻意躲着青匠 于是决定助攻一波 希望青匠可以给拓海补习英语 这次青匠很乐意帮忙 确认了拓海是个纯青少年 之前对自己态度冷淡 也完全都是误会后 跟拓海相处起来 也变得轻松无比 但是青匠还是奇怪 为什么拓海这么受欢迎的人 还会是统真 而且拓海也说过自己初恋还在 选自己这样的女人当第一次 真的没有问题吗 拓海奇怪青匠为什么会这么问 步步紧逼的模样 让青匠慌了神 本来在拓海面前的从龙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只觉得此刻的自己 弯弄带着来的小猫 随时都会被拓海吃干抹尽 他不是纯青少年吗 怎么那么可怕呀 可后来他们两人又发生了一次误会 老爹作为小说作家 每次都要被编辑小哥催稿 所以青匠跟编辑小哥自然也熟失 但是两人走在一起的时候 却意外创建了拓海 而拓海竟然又跟小鸭走在一起 甚至两人还直呼对方的名字 在日本一般 只有关系亲密的人 才会这样称呼 而编辑小哥帅气的模样 也让拓海感受到危机 但青匠并不想解释他的身份 生怕自己老爹 是色情小说家的身份暴露 然而让拓海出三次打翻的关键 可拓海的存在却没有一次成为话题 查局到气氛 有些尴尬的小雅 连忙拿着拓海离开 两人只是因为打工才会待在一起 而且之所以会叫小雅的名字 只是因为他的名字和店长同性 这一切真的都只是误会 可青匠真的真的好在意哦 整个人魂不守舍一直在思考什么 做对的空气说了一句 笨蛋拓海 可没讲到拓海却出现在自己身后 他一直很在意青匠 也至于工作都没有心情 拓海当着编辑小哥的面 直接带着青匠离开 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用凉水冲头 可即便如此 满脑子都还是青匠的事 或许是因为没有得到青匠的回复 他表示一定要让青匠名上他 他已经等不及了 青匠有些心动 但仍旧没有给拓海答复 虽然还没有正式谈恋爱 但现在暧昧不清的状态 已经影响到了青匠的学习 果然在模拟考成绩公布后 他的排名倒退的特别多 所以为了前往最著名的补习场所 他费心思的讨老爹 总算得到了资金 为此他特地把手机也给关机 这样就再也没有人打扰他 可没想到拓海去从老爹那 得知了青匠的行程 为此用自己打工的钱 也报名了这次的补习班 果然只要见到拓海 青匠的内心根本就无法平静 海边自然穿得比较凉爽 看着拓海的腹肌 青匠就觉得有些的血膨胀 为了不被当成变态 最后干净离开实现 并且责怪拓海是个暴露狂 这让拓海有些摸着头脑 带到海边不都这么穿的吗 拓海邀请青匠一起玩水 但青匠这次果断拒绝 表示三小时后就要参加补习 突然小雅出现在身后 既然还有三小时可以先玩 拓海还带了朋友一起 最后青匠无奈只能被迫挑选了泳衣 奥伦的身材让拓海看得有些害羞 而青匠也发现 拓海不再叫小雅的冤名 在得知是因为跟店长同名缘故后 他的小情绪总算一扫而空 但能就傲娇地表示 拓海叫什么都跟他没关系 拓海自然也看穿了青匠的内心 有些暧昧地与他贴近 再次传递了自己对青匠的感情 两人在海中无限贴近的状态 让彼此之间的喘息都有些加重 就在青匠幻想会发生什么时 拓海却只是带着他向前游行 这让青匠一度怀疑拓海是不是难能 可拓海却只是觉得青匠的补习时间快到了 虽然有些暖心 但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却不上 真的让人很生气啊 说完青匠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 于是满脸羞红地试图解释 可拓海却裂开了 事后拓海一直解释自己会去忘掉的 但青匠才不相信这种鬼话 以至于心情郁闷到补习班都没有参加 而拓海却会出问题自然是假的杰作 接口气他总算是出了 可接二连三的暧昧和机会 为什么拓海都不把握住 是自己不够有魅力吗 按照老爹写的那些小说 自己早就被吃干抹尽 连渣都不剩了 青匠越想越感到羞耻 老爱中的画面也逐渐变得大胆 大妹大妹 自己真的要好好学习 这话怕是连青匠自己都不相信了 恋爱是真的会影响学习啊 后来青匠接到拓海的电话 要请他参观自己不久后的一场社团比赛 只要有青匠在 那么拓海就会充满力量 突然青匠恍然大悟 拓海之前的不为所动 一定是因为社团比赛太累导致 为了证明不是自己没有魅力 而是拓海太虚了 所以青匠决定来消除拓海的疲劳 这必须得来点刺激疗法 届时等拓海暗谈不出本能的欲望 自己再毫不犹豫地拒绝他 为此青匠是收集了一大堆 用来壮扬的食材 在这期间脑爹的编辑表示 自己可以给他补习 这样应该可以在最快时间内 把成绩给提上去 换足了以前的话 青匠会十分高兴 可想到马上就要见拓海了 青匠只觉得学习可以暂时先放放 等社团比赛结束了 再说也不迟 后来突然在比赛中败辈 同学们都把安慰他的任务 交给了青匠 看到青匠准备的美食 拓海原本失落的情绪 一下子得到了慰藉 看着狼吞虎咽的拓海 青匠竟觉得拓海有些可爱 男儿没过多久 拓海却扑倒了青匠 并且表示浑身好热 青匠还以为是自己做的大葡萄餐 小果拔群 实不知老爹竟在食材中注入精华 男儿原先计划要无情拒绝的他 此刻却慌了神了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阻止 看待自己的魅力完全没有问题 可左右拓海却还是停手 理智中就战胜了欲望 但青匠却无法理解 因为拓海说过自己还是童真 这种事必须跟喜欢的人才行 这是否意味着拓海根本不喜欢自己 他的告白都是在玩弄自己 可随着拓海说出比起欲望 他更想好好珍惜青匠 在这一刻 青匠知道自己已经沦陷了 他强连着逐渐失控的情绪 表示以后不会再约拓海 因为他真的无法抑制情感 这样下去 他真的无法好好学习的 本来只是为了所谓的好胜心 以及想让拓海吃烂而退 不打击他的自尊心而与他接触 结果事态完全潮出他的预料 和这些内心系 拓海完全不清楚 他还以为自己说错的话 于是疯狂学习如何与人交流 在这之前 他决定暂时不跟青匠说话 以免当两人的关系发生问题 可拓海的突然冷漠 就让青匠十分在意 明明结果已经露他所想 拓海没有再来打扰他 可根本还是无法静下心来学习 卖脑子都是拓海的身影 而拓海本人也是如此 他最终还是等不及的 迫切地想要知道青匠的感情 于是决定放手一搏 来到青匠家中 只要这次他拒绝自己 那么他就真的放弃 编辑小哥了解情况后 决定帮他一把 让拓海事先藏在暴枕中 而房间内的青匠浑难不知 将对拓海的不满 全部发泄而出 拓海这才知道 全是因为自己 而影响到了青匠的学习 所以他真的真的 不会再打倒他了 眼看拓海真的就要离开 青匠终于抑制不住情感 主动拉住了他 不要走 拓海也果断地转身保住了他 此刻两人的大脑都出现失控 眼看就要鼻子融合 结果老爹的编辑 却在门口偷看 一盆凉水有如倒在头顶 拓海敢忙给阿叔陪不是 这也真的 不是故意要占青匠便宜 还有青匠老爹足够开明 在送别时 拓海表示感觉 这次上门跟青匠的关系 拉近了许多 就当青匠以为拓海准备告白时 其实他竟然拿出一本学习手册 说以后要陪着青匠学习 在他考上大学之前 自己一定不会碰他 虽然自己想的并不是这样 但青匠着实被拓海的正直所打动 无论如何 他都要一次考上 现在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跟拓海交往 可等到拓海打算越青匠开始学习会时 他还是会本能地觉得拓海有其他目的 两年独促最后说不定会发生什么尴尬的事 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拓海的请求 等到学习会时 青匠根本无法专注 看得拓海这一幕疙瘩不为所动 他是真的气得不知道该如何发现 为了不暴露自己满脑子黄色废掉的事实 青匠只能用暗示来施移拓海 和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暗示 他能就没有给得到青匠的两股用心 只要青匠再也忍无可论 直白地说拓海约自己开学习会 是不是有其他目的 大尾巴郎终于暴露了 因为拓海表示自己真的有一个请求 如果这次学习成绩都有进步的话 希望两人可以答应对方一个请求 是任何请求哦 青匠听到这话后 脑子出现了诸多场面 一下子就把自己搞得满脸羞红 可当得知拓海的要求 是想当自己在做一次便当后 他离崩溃 只差一步之邀 不过后来因为招亮而生病 青匠最后错过了考试 后来青匠想通了 在拳内之前 不应该先kiss吗 看他是自己超似过急 不过就连这件事 过急当脱海自己提起的话 怕是不知道要等到猴连马月 他真的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纯情 所以真的不要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 男儿转恋意想 两人都还没确定交往 没有kiss 没有亲密接触 也很正常吧 不过从这之后 青匠确实没有再对他产生任何幻想 可这一举动 青匠都还察觉到异常 虽然之前他也没有给得到 青匠的两股用心 但就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看到在创台边的青匠 他只觉得好美 而青匠在见到拓海后 情绪有些不太稳定 想到之前 小亚询问自己 有没有跟拓海亲吻过 他回答没有 但两人在外人看来 其实跟情侣没有区别 所以他询问拓海两人之间 到底算什么关系呢 拓海没有回答青匠 两人是什么关系 而是询问他 要不要实时接吻 羽木哥大第一次主动 以至于青匠都有些错愕 可拓海的样子又不像在开玩笑 然而在两人即将贴近时 他还是放弃的 生怕自己会影响青匠学习 可这次青匠没有丝毫犹豫 而是强硬地拉拓拓海 吻了上去 回过神来 只觉得自己太善之主张了 看着满脸羞红的青匠 拓海也没有犹豫地 用嘴堵住了他想说的话 两人都打破了说好 考上大学在亲密的约定 可如此甜蜜的好事 却还刺了 因为青匠听到同学说 亲吻也是讲究经验的 一想到拓海熟练的模样 他就气不打一出 而且听到拓海又一次解释 自己只想跟青匠亲密 那么在以前呢 拓海很想解释 自己真的没有跟人亲吻过 可是熟练的姿态确实需要理由 他实在无法开口说 自己是跟枕头联系的 而且他真不能理解这种小事 有什么好奇的 可好友却调感一句 说不定青匠也跟人接吻过呢 拓海这才意识到 自己没有散在他的角度 仔细一讲 这样确实很不是滋味 他找到青匠解释的情况 并表示以后 想要亲吻随时都可以 说吧 没有给青匠反应的机会 直接吻了上去 完结 撒发 观看男女情感主线的话 又是一部很甜的纯爱翻 尤其是最后一集的Kiss 算是给两人的心里成长 做个总结 不提倡早恋 但校园青春的懵懂情感 似乎不就是如此吗 起醉色的标题 变最存情的剧情 真的真的太甜了